儿童口罩一份 民众一进门就是买口罩 中小学暑假已经进入尾身 让不少家长检模密鼓 开始掩购儿童口罩 就是因为国外疫情持续延烧 国内又传出有无症状感染者 眼看中小学开学在即 家长急着购买口罩 但是儿童口罩真的不好买 疫情起来的时候 家长性温度就比较高 每天就20分 卖到后面会变富豪 要先准备 不然开学在买已经美狐了 大家都这么想 小孩的平面立体都没有 我7月初我就付款了 现在8月底还没到 儿童口罩的公民稍先不止 我们会跟卫生福利部反映 儿童口罩的部分 希望能够在药局 能够顺利的买到 幼儿园跟国小口罩可能会戴不住 我们在情绪要多做宣导 让孩子能够习惯 哪些场合要戴口罩 小朋友口罩戴不戴得住 跟买不买得到都要解决 开学日即将到来 如何堵住 可能的防疫破口 再次考验着政府和小房 欢迎新闻臣民燕黄培寒 桃圆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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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